一年一度的 iPhone 新品拆解 今年稍晚了一些 這裡我要先感謝一下蘋果 因為之前每年都是提前半夜經銷商拿機子 然後熬大夜製作 今年嚴管 經銷商只能在發售當天 10 點出貨 你看 強行不讓我熬夜 這多貼心 並且實際四台花了 45 萬 平均一台加價 500 塊 相比去年還給我省了不少錢 貼心 Plus 好了 廢話不多說 我們照例先欣賞一下外觀 內容 路邊 這次的外觀主要就是靠這顆相機按鍵和新配色 拉辨識度了 重量方面屬於開倒車系列 Pro 相比上代足足重了12g 這和鋼殼電池肯定是脫不開乾隙的 唯獨正面這塊黑邊進一步縮窄的平面屏足夠亮眼 視覺上更舒服了 但給全覆蓋的貼膜帶來了麻煩 目前 Pro 系列的全覆蓋膜還是會有遮擋顯示的情況 繼續優化中 標準版已經上架了 Pro 系列目前上架了兩款 首先是最受喜愛的超薄0.1mm鋼化膜 撕開膠層可以看到基本和A4 紙一樣薄 用了高鋁高韌性玻璃 真空電鍍輸油層手感爽滑 雖然不是全覆蓋 但邊緣是超出顯示部分的 所以基本不影響視覺觀感 稍後一些的大壺邊膜也一樣 另外還準備了輕薄手感的屁屁殼 和超薄膜一套下來不到14g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掃二維碼或者淘寶搜索微積分店鋪進店購買 感謝大家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進入正題 這期視頻我們先拆 16 Pro 和 16 Pro Max 標準版得過些日子安排了 整體視頻主拆這台 Max Pro 有差異的地方會單獨展示 第一步 關機後取入卡托 雙卡上下放置 卡托依舊是鈦合金材質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 全新的三明治結構 為了方便維修損壞率最高的屏幕和後蓋 這次可以先拆屏幕 也可以是後蓋 我們照例先從屏幕下手 卸下底部兩顆五角螺絲 加熱後刀片插入屏幕底部 撬起一條縫隙 隨後拆機片配合酒精滑開四周粘膠 自右向左打開屏幕 要注意有兩根排線相連 特別是上方較窄的這根傳感器排線 卸下螺絲取出蓋板 挑開接口分離屏幕 屏幕來自三星 表面覆蓋新一代的超磁晶面板 兩台 Pro 的屏幕都加大了0.20英吋 為了保證 PPI 的統一 分辨率都略有增大 調光方式依舊是祖傳的480Hz 低頻 PWM 調光 亮度方面的十寸數據大家直接看表格 屏幕背面兩款 Pro 的設計如出一折 全覆蓋金屬背板和隱藏式的塑料支架 都是 iPhone 的標誌性設計了 屏幕驅動板採用金屬封裝 在保護 DDIC 的同時還能提供輔助散熱 驅動板上的所有 IC 都是蘋果獨家定制 具體型號不得而知了 前攝和 Face ID 模組 通過屏幕上的黑色塑料支架線位 內側添置起防塵作用的緩衝泡棉 下方的長條型泡棉對應後攝潛望長焦 起到緩衝減震的作用 面容 ID 模組右側有金屬蓋板和螺絲固定 卸下螺絲取出蓋板 加入後挑開排線 排線上集成有前置的環境光傳感器 今年兩款 Pro 因為搭載了相同的潛望長焦模組 環境光傳感器被統一擠到了面容 ID 模組右側 上代屏幕背面的大尺寸散熱膜 在這一代只保留了接口這一小塊區域 不過換機的不必擔心 大尺寸的散熱膜只是因為機身結構的變化 移動到了鋁合金內框上 散熱膜完全覆蓋了後攝 主板核心發熱區域以及電池位置 配合下方的鋁合金內框進行均熱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左下方的這一條並非散熱膜 只是絕緣用的黑色貼紙 第三步 拆卸後蓋 和拆屏幕一樣 加熱後 刀片翹起縫隙 酒精配合拆機片即可打開後蓋 依舊需要注意有無線充電排線相連 卸下4 個螺絲取出蓋板 挑開接口分離後蓋 玻璃材質的後蓋使用的是冷雕工藝 將一片相對較厚的玻璃 加工出相機待火的凸台 藍寶石鏡頭玻璃帶來超高硬度同時 也附送了折磨用戶多年的鏡頭鬼影 雖說今年三顆後攝都添加了抗反射塗層 但鬼影的問題依舊存在 兩款 Pro 後蓋內側的排布 除了尺寸別無二致 對比上代只覆蓋了無線充電線圈的散熱膜 新款的散熱膜 從線圈出發向四周延展 大致覆蓋了後蓋60%的面積 來提升散熱效率 散熱膜下方的金屬加固片 從只覆蓋後攝的 Deco 擴展到電池和主板區域 這一改進 理論上可以緩解 15 Pro 系列 因為激光雷達下方受輕微外力衝擊 導致整個後蓋碎裂的通病 同時還能配合散熱膜擴大散熱面積 中間的無線充電線圈 國內目前只能支持到 15 瓦 細節上其防塵作用的泡棉分布在三顆 後攝四周 主攝的角落貼有三塊用於靜電防護的金屬導電泡棉 無線充電排線上集成有後置麥克風和自適應原材閃光燈 系列螺絲取出蓋板 新款錄音棚級的麥克風 對比上代普通麥克風 這個大小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 自適應原材閃光燈 在更新了iOS 18 後不僅可以調節亮度 還新增了調整發散角度的功能 主體部分 兩者的結構排布依舊是一脈相承 使用完全一致的後攝模組 面容ID 和主板 最大的區別是 16 Pro 採用了金屬封裝電池 這一改動也非常符合蘋果的一貫作風 早在 2018 年 iPhone XS 就充當先遣部隊 率先使用了 L 型疊片電池試水 經過時間檢驗後 iPhone 所有 L 型電池都採用單電型的疊片工藝打造 完全捨棄了 XS Max 上雙電型的設計 主體四周除常規粘膠外沒有發現額外點膠設計 由於相機控制按鍵的加入 毫米波天線被移到了後攝模組右側 撥航版本用不到 蘋果就在此處添置了一小塊塑料填充件 疊放在頂部揚聲器上 下方毫米波天線接口也沒有出料 第四步拆卸主板 卸下三顆螺絲取下接口蓋板 挑開電池接口進行斷電 隨後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 卸下固定主板和頂部揚聲器的所有螺絲 取出頂部揚聲器 揚聲器右上角固定一條 LCP 天線 出聲口內側添置防塵防水的膠圈 銀腔投影尺寸 對比 15 Pro 系列 16 Pro 和 Max 都有加搭 除了主板 老傳統雙層碟板設計 側面靠近電池的位置 貼有用於絕緣的塑料隔斷 和上代情況一樣 同代的主板板型完全一致 通過識別電阻來區分型號 只從外觀來看 上方的散熱膜有所差別 所有接口四周都有緩衝泡面保護 4 架後小元件全部進行了封膠 這次國行和美版的主板設計沒有特意進行區分 只有 SIM 卡的相關物料有所差別 美版改卡難度相比上代 直線下降 再加上 AI 的關係 考慮美版的用戶應該會更多了 中框主板區域一改上代中間加排線的無語設計 這次在對應主板核心發熱區域 添置了散熱膜來帶走熱量 但還是沒有添加導熱凝膠 16 Pro 這邊也是一樣 核心發熱區域還多了一條散熱膜包裹的泡棉 卡槽的上方也有泡棉出現 散熱設計確實有加料 但像我們國內這群吃慣了細康的用戶 沒有看到 VC 軍熱板的加入 肯定還是略感失望的 熱風將分層後 輕調的二材料 美光 8GB LPDDR5X 7500 規格的 RAM 和 A18 Pro 通過 POP 疊層封裝在一起 A18 Pro 內部代號是 APL EV07 上面指印有 Logo 沒有私印型號信息 左邊是超寬屏芯片 右邊是自家的電源管理 IC 主板布局還是經典的保溫設計 SoC 夾在兩層主板之間 基帶芯片和 SoC 面面相去 背面的 ROM 和 SoC 仍有一部分重疊 ROM 來自海力士 採用 NVMe 協議 旁邊的 Wi-Fi 拉壓模塊 從私印得不到有效信息 應該還是博通的解決方案 外掛基帶 沒想到是高通的 X71 估計是 X70 的小改方案 射頻 IC 沒有變動 還是兩顆 SDR735 主板投影面積相比上代有進一步的縮小 代價就是 芯片分布從雙層三面變為雙層四面 PCB 利用率更極致了 SoC 的表現 CPU 性能提升明顯 不管是單核還是多核都是目前最強的存在 GPU 的性能也有提升 遊戲方面中低負載就不測試了 我們直接看新鐵跑圖半小時的表現 MAX 相比上代有明顯提升 Pro 顯然是保守了點 關鍵還是功耗控制的比較優秀 這還是在更高渲染分辨率的基礎上 不過穩真能力絕對是被散熱給耽誤了 其實從溫度分布來看 均熱能力相比上代已經有明顯提升了 希望蘋果在散熱用料方面別再擠牙膏了 真的白瞎這顆強悍的SoC了 取出面容ID模組 對比上代除排線樣式和封裝外殼略有調整外 原器件配置和排布順序沒有變化 從左到右依次是點陣投影儀 距離傳感器 紅外攝像頭以及前置攝像頭 卸下所有固定後攝模組螺絲 取出後攝模組 分離激光雷達和面容ID一樣 只有排線樣式和封裝外殼有所調整 接收端還是索尼的IMX591 實測投射出的點陣和上代基本一致 三顆後攝固定在一個金屬防滾架內 模組背面貼有多處緩充泡棉 仔細觀察防滾架採用CNC加工而成 所使用的金屬材料強度也要比安卓陣營的高出不少 攝像頭詳細參數大家看圖 依舊是索尼全家桶 對比上代主攝和超廣角的傳感器有升級 但尺寸沒變 16 Pro 的長焦焦段直接和 Max 看齊 統一拉到 5 倍光變 所以 3 到 4.9 倍焦段的表現 肯定是不如上代 Pro 的 具體拍照體驗我就不再鞭尸了 沒有全盤否認的意思 至少對大多數普通用戶而言 現階段的安卓旗艦顯然更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視頻拍攝還是一如既往的強悍 規格進一步拉高 可以拍攝 4K 120 幀了 但目前 4K 120 的 LOG 只能外接硬盤 有這個需求 但又嫌 iPhone 存儲貴的朋友們 可以試試雷克薩的這款 Professional Go 移動硬盤套裝 插上它 你就可以拍 4K 120 的 LOG 視頻 我這個 2T 版本的可以錄製 73 分鐘 最關鍵的是它還帶一個擴展屋 可以外接麥克風和供電 非常實用的設計 連兔絨的連接線都給你安排了 目前還沒有遇到不穩定的情況 後續長時間又有再給大家反饋 第五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表面所有螺絲 取出蓋板 整機所有蓋板都是金屬材質 個別蓋板印有蘋果 LOGO 和 Taptic Engine 的字樣 蓋板內側緩衝泡棉和導電泡棉一應俱全 挑開接口拉起排線 繼續卸下固定馬達螺絲 取出 X 軸線性馬達 尺寸對比上代沒有變化 體積均大於安卓陣營中最大的 CSA-0916 取出底部揚聲器和上揚的情況一樣 音腔投影尺寸對比上代都有增大 上下所有揚聲器都配備有聲學增強材料 卸下副板區域剩餘的螺絲 取出 Type-C 接口旁邊的底部麥克風模塊 模塊上的三個小孔從左到右 依次是平衡手機內外氣壓的卸壓孔 麥克風收聲孔 以及氣壓傳感器的通氣孔 內側對應白色防水透氣膜 底部麥克風以及氣壓傳感器 取出偽扎排線 排線上集成有 10GBPS 速率的 USB-C 口 支持 DP 視頻輸出 接口注塑顏色特意做成了和邊框近似的棕色 網裡還能看到所有角位都有鍋性金屬 來提升抗氧化和耐複時性能 防水膠貼在邊框的對應位置 整機支持 IP68 的防護等級 極限可在 6 米深的水下停留半小時 底部的 LCP 天線還有部分壓在電池下方 我們轉戰電池 拆之前我們看電池的頂部和右側電池保護板的位置 都留有較大的空間榮譽 相比國內安卓機屬於非常保守的安全性考量了 用鑷子轉熱大法拉出三條易拉膠取出電池 L 型單電芯單接口設計 採用碟片工藝打造 容量是 4685mAh 相比上代增加了 263mAh 製造商為惠州德塞 電池的具體信息大家看圖 能量密度通過包裝尺寸粗略計算 在 733 瓦時每升左右 相比上代的 736 瓦時每升 能量密度還下降了一堆油 考慮到測量電池體積存在一定誤差 這不到 1% 的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這裡還要特別說明一下 iPhone 的電池 只標注有額定值 也就是最小值 但其他手機基本標注點型值 就是平均值 所以在計算能量密度時 iPhone 通過額定能量來計算 在帳面上是吃虧一些的 重點來看 16 Pro 的金屬封裝電池 硬度有了 拆起來就不容易發生形變 仔細看直角的位置還有卸壓刻痕 電池保護板的位置也有卸壓閥 用來提升整體的安全性 重量方面對比上代足足增加了 7.1 克 整體容量是 3582mAh 相比上代多了 308mAh 這套商同樣是惠州德塞 使用 ATL 電芯 能量密度通過包裝尺寸 粗略計算在 764W 每升左右 比上代的 739W 要高了一些 暴力打開外殼 內部的電芯基本填滿整個空間 特別是轉角的位置 相比軟包電池 在同樣的安全考量下 空間利用率顯然是更高的 16 Pro 系列的續航相比上代進一步提升 除了擴容以外 iOS 18 的優化也立了大功 充電效率方面實測最高 31W 但就是彈花一現 基本最高穩定在 27W 左右 1-100 足足花了快 2 個小時 放到如今絕對是歸宿了 關鍵這麼保守的策略 也沒見這個電池壽命有多好 再加上相對更昂貴的更換電池費用 這個體驗實在是太不友好 卸下固定底部LCP 天線的所有螺絲 取出底部天線 上方集成有第二顆底部麥克風 繼續卸下固定側邊天線的所有螺絲 取出側邊天線 上方集成了通過聽筒位置 收聲的頂部麥克風 整機一共搭載四顆錄音棚級別的麥克風 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在行業前列的 可以有效降低風噪並且新增混音功能 撕下相機控制按鍵內側的絕緣保護貼紙 卸下一顆螺絲取出接口蓋板 分離觸摸接口 卸下兩顆固定按鍵背板螺絲 將觸摸排線從背板中抽出 卸下其餘固定螺絲取出按鍵排線 仔細觀察相機控制按鍵並沒有採用像開機鍵這種卡扣的固定方式 而是通過焊接將鍵帽和內側的金屬襯板固定在了一起 只能破壞性拆解了 所以如果這個按鍵出現故障 按照蘋果的售後情況估計得更換整機了 打磨掉焊點後即可將金屬襯板和鍵帽分離 取出按鍵本體 現在就能清楚的看到相機控制按鍵的內部結構了 按鍵背板上貼有壓力傳感器來識別輕按的動作 背板內側的圓頂開關負責重案 鍵帽內藍寶石蓋板下方集成電容式觸摸層來檢測滑動操作 鍵帽內側灌滿了封膠 內部集成一顆亞德諾半導體的AD7149觸控SD 從旁邊穿出一條寬度不足1毫米的觸摸排線 排線的末端內連坐也是我目前見過尺寸最小的 光看這顆按鍵的複雜程度也能知道成本必然不低 只不過從目前的體驗來看屬於戰未來的狀態 最後的中框總成採用納米鑄速加固態擴散技術 將鈦合金邊框和鋁合金內框連接在一起 好了拆解就到這裡 暴力拆解了不少部件了 眾絲肯定是歸位不了了 最後聊聊我對這次iPhone 16 Pro 系列的看法 對於蘋果來說 這代不管是內部結構還是實際體驗 整體升級力度其實還挺搭的 但對作為消費者的我來說 談不上有驚喜 甚至是有一些失望的 這也是這些年iPhone這個產品線的常態 紋布的擠牙膏 精準的刀法 所以如果已經是手持15 Pro 系列的用戶 我並不推薦換代升級 三個原因 其一是整機重量的增加 其二是它充電信號和散熱方面並沒有顯著改善 最後 就是這顆 佔未來的按鍵 短時間還看不到非常實用的價值 所以大家覺得這次iPhone 16 Pro 系列如何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我們下期標準版的拆解再見